将含有硫粉与碳粉的混合物9.2公克 与足量氧气完全烧之后 生成二氧化硫及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 总共为28.4公克 试问原本混合物中含硫的重量为多少克 有关于此题 此题视为混合物的观念 有关于混合物的化 混合物的化学体量 也就是反物的反应方式务必分开些 这算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常常会将硫粉加碳再加氧气 变成二氧化硫以及二氧化碳 再平息数为两倍 这样写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写的话变成硫跟碳 木数比为一比一 因此务必要分开写 所以 第一个 先写硫加上氧气 变成二氧化硫 第二个再写硫加上氧气 变成二氧化硫 以此假设流为X木耳 碳为Y木耳 当我们消耗的X木耳可以生成X木耳的二氧化硫 当我们消耗Y木耳的碳可以生成Y木耳的二氧化碳 原因系数比1比1 因此根据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又可以写出连历解方程式 然而题目有说明 原本混物重量为9.2公克 最后生成物重量为28.4公克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因此流的原子量为32 32X加上12Y等于9.2公克 而二氧化硫的分质量为64 而二氧化硫为44克除于木耳 因此第二个方程式 64X加上44Y就等于28.4公克 再将它连历解 因此我们看一下方程式 刚好32X是64的一半 所以我们将第一个方程式乘上两倍 再来第二个方程式减掉第一个方程式的话 就可以得到 44减掉24Y等于28.4 减掉9.2乘2 因此 因此Y就等于0.5 带回去其中一个方程式 X就等于0.1木耳 所以题目要求是流分重量 所以流分重量就等于流的末数 0.0.1木耳 乘上流的分子量 原子量32克除于木耳 等于3.2公克 10.1木耳 10.2平均 6小晶 6小晶 7小晶 8小晶 7小晶 8小晶 8小晶 7小晶 6小晶